《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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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这样佛法很多人都不相信 也没有耐心 也没有那个善根好好去了解 想去了解探讨的意愿的极度 急剧的降低 就是现在福宝 藏众 末法时期 很多人的善根是非常微小 非常短浅的 但是佛希望众生有永恒的幸福快乐 就会跟他讲 你要永恒的幸福快乐 其实有正确的方法 那就是开展我们的内心 去探讨我们的心性的境界 你去开展物质的享受 会不会有快乐 有啊 你有物质享受的快乐 但是物质享受的快乐后面都是苦啊 你看大家有钱 到高级餐厅全家居那边庆生 吃着好吃的山珍海味 切蛋糕 喝喝酒 好快乐 等一下再去哪里逛一逛 再买个生日礼物 真的是 有没有很快乐 有很快乐啊 可是你知道要累积这些钱财 它的过程会造很多的业 而且你这个快乐是过去的福报的显现 这福报会显现几次 不知道 看你过去如何修福 如果你过去修福 你这辈子有这个福报 时间是很短 乃至只有三次 那你现在用掉一次了 对不对 要剩下两次 再用掉两次以后 也就是说你这辈子没什么福了 离开有些人 没什么福的 他学人家去买房子 他们家也有房子 我们家也要有房子 一买 愁云产物 一买 身体病痛 离开那个都喜欢开名车的 这车开得好好 都还没有故障 都没有救 他就觉得好像退流型 我现在又出什么新款 不要又去买一台新的 自己也不是很有钱 很有福报的人 又去买一台新的 像这样的人通常会怎么样 很短命 快速地把自己的福寿 用光了 什么都要吃好 什么都要用好 什么都要用好 什么都不珍惜的人 很快把自己的福报给用光了 所以 我们在享受物质的层面的 这些受用的时候 会不会有快乐 实在是有的 大家出去玩 不管是国内 国外去玩 想要用美食 看着漂亮的风景 各方面的 那真的是很快乐 但是这个东西 它就是有次数 有限量 求知而不可得 你没有办法 掌握藏宝 所以你的经验就是说 上次我们去哪里玩 吃哪一家的东西 你还买什么给我 这种快乐的经验 会不会留着 会吧 对不对 这叫执着 你已经执着这种经验 你会不会想再有 想吧 想再有 你就想要再去得到这一些 可是你不知道 这些快乐的经验 就是你以前想的那些快乐 你过去是怎么修来 修机来 你已经不知道了 佛知道 佛跟你讲一切的利益安乐 从哪里来 现在人不听 他不信